SMP R1 死鎧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SMP R1 死鎧 那這個試鎧呢 就是一個上了捷船的概念 因為後面兩單就非常的貴 本來以為吃完應該會比較便宜 沒想到後面的肢體實在是太貴了 因為我都覺得有點吃力了 萬大真的是吃上有點難看了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很想玩這一套的話 可以先買這個R1跟R桿 那後面的肢體呢 真的是不一定需要買了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這隻R1的表現 造型實質還不錯 只是我覺得手臂好像稍微長了一點 那可能是身體也是太短的光絲 可是看設定圖好像又覺得還好 那它的大小就跟一般的1比1四四的鋼蛋 是差不多高的 大小尺寸上次還不錯 那跟HG版的玩你擺在一起就是這種感覺 大小尺寸還是不錯的 本來想拿骨鐵 但是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 那我們近距離看一下這個R1的頭 造型更是捷克的話實實還不錯 那大部分它都幫你上好顏色了 只是眼睛的地方你要貼貼紙 那它要給兩個 另外一個被我貼壞了 因為我貼上去之後 發生它綠色的眼睛初步來 所以我最後都改成自己塗裝了 那看起來綠色的眼睛才會比較會跑出來 整個頭型的感覺好像很像鋼蛋 就是旁邊多了兩片耳朵 然後故意不做頭飾 是為了要跟鋼蛋做一點區分啦 上面這個綠色的攝影機也是要貼貼紙喔 那頭是可以左右的旋轉 整個頭也可以往上提 那這個是到時候變形的需要 那我們觀察一下它頭部後面的構造 其實就還好 那一樣這個攝影機就是貼貼紙來呈現 身體的話就是下面這兩塊是補色貼紙 還有旁邊這塊黃色的領口 它是貼紙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分色啦 中口這塊就是把你塗裝好的 那整體的造型呢 覺得跟鋼蛋沒什麼差別 也是蠻帥的啦 這邊就是一個擋左的關節左右的旋轉 那它在成群講呢 這是一塊比較長的結構 看起來是蠻帥的 那也可以彈起來 因為它這個是卡扣很容易掉啦 這是可以稍微彈起來一點 它這邊是有個雙重的關節 可以讓它轉動 但是我這邊也是有點鬆掉了 因為卡扣太鬆了 不然它應該是可以這個樣子轉動的 那黃色的地方是貼紙 藍色的地方就是塗裝 側旋掌可以前後轉動 然後旁邊這個燦帶呢也可以打開來 只是我會覺得它的寬關節好像坐得太上面了 它應該要坐到這邊這個位置才會比較合理啦 那大腿往前台呢 大約可以達到90度左右 只是還可以 大腿側台就是卡到了45度 那水平的旋轉也有 施蓋彎虛 雙重關節 彎虛的幅度是還不錯啦 那它小腿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就剛剛當時差不多的 那旁邊這些視角表現呢 就是貼貼紙來呈現 但是紅色這一條就是塗裝好的 背後這兩塊一樣就是貼貼紙的 腳踝這個裝甲可以往下拉是變形的結構 底下這個裝甲可以轉動 那腳掌也可以折疊起來 一樣是變形的需要 也有左右的基地 那腳掌的分色是都還不錯看啦 底下拉看是沒什麼偷膠的感覺 真假黑色的地方就是貼貼紙 那紅色的地方是先幫你塗裝好的 整個肩膀呢也可以往後台 它有一個關節就在裡面 手臂360度旋轉 那稍微繞過一下這個翅膀的部分 手臂側抬 二頭肌旋轉 手肘腕需雙重關節 那這個拳頭為了完全變形 所以做的很小是還可以接受啦 白色的地方是貼紙補色 那拳頭一樣是可以旋轉的 背後的翅膀是球關可以抬起來 那也可以左右的旋轉 後面這個飛機的絲板也可以把它折到上面來 紅色這一條是塗裝 但是這邊這條紅色的就是貼紙補色的 背後看起來也是蠻帥絲的 而且這兩個噴射裝置有點像是托爾茲絲的感覺 那這個黑色的地方它是貼紙補色吧 後面這個裙甲完全就是貼紙補色的 然後它可以翻起來 那這兩個小臉技能是到時候變成飛機的時候用的 算是有點偷事故 但是它至少是掛在這個地方 而沒有丟到旁邊去 所以是還可以接受的 下面這個蓋板打開來之後就會有冷缸小刀 那它是直接倒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把小刀造成還不錯 就很像藍波章藍的那種刀 這邊這十六握武士的手是握持的 那它側面這個轉輪手箱也可以把它拔出來 那你要直接堵到拳頭下面呢 是免常做得到的 但是它要多做一個握好槍的拳頭 這邊就覺得有點多此一局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轉輪手箱的前半部拔掉 這邊有點緊 再裝入這個一支更像一體成型的拳頭的零件 把它做一個集合 兩把槍都裝備到手箱的時候 這個帥氣的感覺還是有的 那槍的四十顆畫呢 看起來也是還不錯啦 這邊的手型白色的護角是幫你塗裝好的 剛剛拿小刀的那個手型 也可以直接拿這個增壓步槍 這把槍造成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非常的大把非常的長 應該是後面飛一桿大零式特裝型的槍學它啦 反正卡多斯老師的風格大約就是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比較簡單的集合體 但是把它搭配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帥氣 那這把步槍呢 這個把手可以折疊一下露出這個小的卡嘴 就可以安裝到它背後翅膀這個洞上面 那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反正掛在後面也是比較合理一點 左手也可以搭配這個盾牌 就是R-WIN的時候會用到的 那這個盾牌也是非常的像飛一桿大零的盾牌 背後腰間這兩個洞可以插入這個支架的零件 那支架它是透明零件做的 所以可能會比較缺弱一點 那擺了一下騰空的姿勢就非常的帥 是遠遠的看這不就是卡板老師的飛一桿大嗎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R-1的盾牌 除了是R-WIN的飛機頭之外呢 那它的後半部也是SRX的頭部 那這個盾牌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那後半部就是SRX這個頭部啊 那打開來就可以看到SRX整個大頭 那它的脖子呢可以把它翻出來 就呈現一個嘴巴跟脖子 還有眼睛的感覺 然後這個墨鏡我是直接裝裡面有兩個眼睛的 你也可以裝這個全部都是透明黑的墨鏡 就看你的選擇 還有一對天上天上唸動破碎劍的手繩 就是一對手刀的手繩喔 還有一對開掌的手繩 還有一對T-Link鐵拳的時候用的拳頭 那它就是一個綠色塗裝的拳頭啊 跟一對T-Link鐵拳用的開掌手 那搭配起來應該就是這個樣子使用的 T-Link鐵拳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行R1的複雜的變身過程 使給 那首先我們要把它的手腳都拔掉 但是為了怕搞混就是先放到一邊 直接呢放到後面 後面這個懸甲打開來 那後面有兩個滑槽 就把這個髖關節整個抽出來 那這邊比較緊一點 那另外一隻腳也是 就是整個把它抽出來 那我之前是直接拔這個抽關 那應該是不對的做法啦 那謝謝這位玩友的提醒 那整個腳就拔掉了 那一樣把R1分解成五個單位 首先變下這個左腳的部位 側邊這個蓋板打開來之後 把它轉到前面去 那這個時候這個滑槽呢 就可以把它轉上去了 那後面這一塊呢就是折疊一下 把這邊比較緊一點 折疊一下之後 然後這把槍呢再把它轉上去 那就打開一下濕蓋的裝甲 大腿折疊一下 然後這樣也折疊一下 這邊的蓋板蓋起來 後面的腳踝呢 稍微拉起來一點 保持這個狀態 接下來變成一下它手臂的地方 首先這一塊呢打開來 那拳頭就可以把它折到裡面去 然後再蓋進去之後 旋轉一下二頭肢 整個手臂打橫 接下來我們把手臂轉一下角度之後 再旋轉一下翅膀 那這邊再打開來 那它整個關節就會跑出來 那再旋轉一下 那這邊忘記了 還要再往外多拉一段出來 那右腳外面有一個這個洞 就可以跟翅膀的這個突出結合 就把它合併起來 那另外一隻腳也是一樣 這個蓋板打開來之後 把它轉到前面去 那後面這一段呢 就是把它折疊一下 然後 這把槍再旋轉一下90度 接著呢 後面這個滑槽 就是 再旋轉一下 然後先保持這個狀態之後 屍蓋的裝甲一樣就是打開來 然後再折疊一下大腿 那 腳掌折疊一下 後面這個蓋板蓋起來 那腳踝呢 就稍微拉起來一點 就形成這個狀態了 另外一隻手也是打開這個蓋板之後 那拳頭就可以把它轉進去 然後再蓋回去之後 旋轉一下二頭肢 那整個手臂就可以打平 然後轉到這個樣子之後 旋轉一下這個翅膀 然後打開來翅膀 那這邊的關節就會跑出來 然後再旋轉一下 呈現這個角度之後 這邊往外多拉一段出來 那左手翅膀下面有一個這個凸 就裝到腳旁邊的這個洞裡面 那一樣把它合併起來 拿出R1的身體之後呢 後面這個全甲打開來 那有兩個小零件就是先把它拔掉 然後就丟到旁邊去了 我們可以先把R1的頭 拉起來之後 那這個蓋板打開來之後 折到旁邊去 這邊折疊一下胸部的關節 折到前面去 那頭就順勢的繞到後面去了 那這邊稍微長過一下 頭再折疊一下 那下面這個蓋板呢 折一下再蓋回去 那後尋角呢就是把它折到後面去 那就是這個狀態了 那整理一下之後呢 後面這個蓋板還要把它往後抽一下 然後保持這個狀態之後 拿出剛剛丟到旁邊的小零件 就把它插到右腳的屍蓋的關節這個洞上面 那另外一個領件就是裝到主角的 的屍蓋的這個關節上面 接下來這個凸走就是插到手臂上面的這個洞 那先插這個地方 後面手臂的地方就是插到身體後面的這個洞 那這邊比較難看到 另外一邊也是就插到身體上的這個洞這邊 手臂再插到身體後面的這個洞 那這邊比較難對應到 喔好了 然後這個盾牌你把它轉到底部之後 這邊有個板子就可以打開來 這邊有兩個凹洞 那這個盾牌就卡入腰間下面這兩個凸 那就稍微對應一下 那這把鎮壓部槍呢 這個握把可以折疊一下 露出比較短的卡準 這把部槍再裝到屍蓋下面的這個洞 完成R-Win 這是R-1的飛行使探 10格也非常的帥式 很像立竿當的飛機型態 那把它整台拿起來的時候也是相當的帥式 白色 藍色 紅色 黃色的搭配呢也很像勇者 那從後面看呢或是正面來看呢 都是相當的好看 槍就掛在這邊看起來火力十足 那這邊也有兩把轉軟手槍 把它放過來看的話整體感就會更高一些 當然你只是看一下這些零件的分布 好像沒有辦法把它折到這個位置 腳的地方就真的很明顯 那手臂還可以靠關節折到這邊 如果你要安裝腳架的話 還需要安裝一個補助的零件 那主要是扣這個黃色條狀物的地方 那這個給姿勢人用的補助零件就是先拔掉了 那就是這個樣子 呈現一個飛姿飛行的感覺 非常的帥氣 那稍微轉個一下喔 不錯 那還剩下這四個零件不要丟掉喔 好像是R2 R3會用到的 那今天這個SMP R1呢 我是覺得做的還不錯啦 而且它的變形過程呢非常的複雜 雖然是拆線變形但是應該也算是完全變形了 而且後面又可以跟R2 R3合體成SRX 也算是非常的時代 雖然它的價格非常的貴 所以要跳船的玩家呢可以像現在就跳船了 我是一隻殺不了船的 所以只能繼續買下去 那總而言之這隻R1還是做的不錯的 那今天就是下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